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Felisha 我是Ethan 那今天要给大家探讨一个事 Kanala Harris 贺锦丽 她最近又说话了 她说啥呢 她说呢 我们永远都会跟一群被打压的人站在一起 她在上面说得非常清楚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面呢 有一群人是一直在被攻击的 有一群人一直在被攻击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她说的到底是哪一群人一直都在承受着不可名状的攻击 我们在重点上最受灵状的 而根据我的经历 最受灵状的 是女人和女人 女性和性格女性 LGBTQI plus people 邻居人士 人士和性格 民族 和孩子在保护系统 所以她讲了绝大多数的人 但是有一部分人她绝对没有讲 所以根据Kanala Harris 全美国的所有人 包括女人 女孩 少数民族 少数种族 LGBTQIA plus LGBTQIA是什么 又两个新的是不是 对啊 然后美国原住民 然后残障人士 移民 还有在孤儿院里的孩子 都是因为人口贩卖而受伤的人 换句话说 全美国只有一种人 是伤害人的人 就是白人的直男 那各位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整个社会的资源 还有政府的方向都认为 只有一群人是不该被保护的 那么那一群人 不是才真正是被打压的那一群人吗 对 但是问题是好像现在 除了保守派以外 没有人发现这一件事情 也就是所有那些 就我们可以看到年轻人 天天叫嚣说 种族主义啊什么怎么样 他们没有发现 白人的男性 现在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打压 如果一个白人的男性 他要再加上一个身份 那就更恐怖了 就是基督徒 白人男性基督徒 现在美国是完全有优先的 按照这群人的这个说法 而且他们一直在变着法的打压 女人 少数族裔等等 所以那些人就是在美国当皇帝的这个感觉 那我们今天先不要讲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我星期一会深入探讨 不过呢 他这一段话 就是把全美国大概75%的人都包在里面 特别是把女人包含在里面 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所有的女人都包含在里面 我觉得这有点不太公平 因为根据统计学来讲 女人大学毕业之后 同样的职位 是比男人高出3%的 OK 你之前不是有听过什么 女人的这个薪水比男人低 好像75C 还是被打压 就是做同样的东西 那个拿的钱比人家少之类的 对 但其实呢 他是大学毕业之后一出来 就是大家都平等的状态的情况下 女人是比男人高出3%的 那女人大学毕业的比例 也比男人高 那整个女人的平均学历也比男人高 女人失业的比例也比男人低 那现在的社会对于女人来说 其实是非常非常友善的 那继续讲之前呢 我们先来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 就是迦南美帝旅游公司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棒的机会 让我们可以深度的了解圣地以色列 迦南美帝旅游公司呢 是整个洛杉矶唯一的一家专精 而且他们是只做圣地旅游的旅游公司 那同时呢也是一家保守派跟基督族的企业 四月份迦南美帝就带着我们一起要踏往以色列的道路了 这次去哪呢 以色列和约旦 这个是经典之旅啊 以色列 约旦 这地方怎么能不去呢 在整本圣经里面 如果大家要是对圣经有些了解的话 这就是以色列 这基本上就是圣经的核心 一直都是在这个地方晃来晃去的 现在这个行程正在火热的订购当中 旅游这种事其实千万不能等 为啥 因为现在就是绝佳的时机 这个绝佳时机跟一般我们在电视里听到的广告不一样 永远那个广告永远都说现在是绝佳的时机 然后或者是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店 永远上面都写着清仓大甩卖 不管这个店开了三年还是开了五年 它每一天都是最后一天啊 但是我们这个不是 这回真的是绝佳的机会 为啥 因为现在旅游没有那么多人 这个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对就像你去迪士尼乐园不用排队那种感觉 对啊 你什么时候去迪士尼乐园不用排队 对吧 你什么时候去以色列还有约旦 你不用排队 这些地方都是完全真是人潮涌挤的那些地方 不光是基督徒去 其实很多非基督徒太想去看一看了 想说为啥这个地方可以吸引这么多人呢 然后听说耶稣当年在这怎么怎么样 大家都愿意去看一看 所以那真的是那些热门的景点 都是人潮涌挤 尤其是那些特别经典的景点 你要参观 你肯定你就是得先排队等着 但是现在呢 不用排队啊 因为旅游的人太少了 所以呢 我们去了之后就可以直接进到景点里面 一个一个好好好好去参观 把排队要花的时间完全放到参观上面 好好的去玩一玩 并且呢 在整个过程中大家也不用担心 为啥呢 因为都是基督徒还有以色列当地的专业导游解说 按照圣经上面的记载 一板一眼的给你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到这样一个真实的地点 然后听着他们讲解这些真实的故事 所以现在真的是去圣地旅游的绝佳时机哈 加拿美帝为大家安排的全部都是精心挑选的酒店 还有餐厅 保证你这一趟绝对是吃好玩好 而且不光是身体健康 而且灵力还特别的充满 所以加拿美帝在这里也给我们 AI News的观众朋友们带来特别优惠 对我们特别好 只要大家打话赶快去订购 告诉他们说 我们是AI News的观众朋友 可以直接减免一百美金 大家就来看我们屏幕上面的信息 来赶快的报名参加 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 就跟白人直男一样 有一个族群在教育上面 是一直被压迫的 OK就是亚洲人 最近最高法院有一个蛮重要的决定要去做的 他们要决定美国大学是不是可以继续使用 Affirmative Action 平权法案来录取学生 就是使用学生的种族 还有肤色文化来决定 要不要让某一群的学生来上课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导 哈佛大学以及 North Carolina 北卡州的这个州立大学一直以来都用肤色来对于学生进行筛选 有一个组织叫做 Student for Fair Admission 的一位人权人士 叫做Edward Blonde 在2014年的时候把这两个学校系统告上了法院 这个控诉特别指出哈佛大学刻意的把亚洲人的学术成绩要求提高 来拒绝亚洲人进入大学 那这个呢彻底的违反了Civil Rights Law人权法案 而且这个造成的就是亚洲人的录取率比白人还要低 就算亚洲人平均的成绩 其实比其他种族高出很多 哎 我们都知道亚洲人最擅长的就是学习哈 考试 对 或者说其实不是擅长 就是真的会逼自己或者是逼小孩去好好的把学习成绩给搞好 是真的很多家长还有很多学生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在这个东西上面 所以你说大家一直都说哎 有没有什么歧视啊 在美国有没有歧视啊 你如果一个大学录取不是按照分数 要是按照肤色刻意的为难亚洲人 对吧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歧视 这个才是我们最需要关心的一件事情啊 就像那些什么亚洲人什么不好啦 我那个我上公司大家都给我白眼了 这些事就不用再说了哈 对吧 就是你说你说有没有个别的人他会不喜欢亚洲人绝对会有 对啊 但是你说这个国家整个这个系统 有没有对亚洲人歧视 没有 但是这些大学里面的确就是因为这个学习成绩 那这个当然是要告的了 因为亚洲学生 妈呀 那一学习起来那不得了啊 因为你想人来讲嘛 基本上就分这个要强跟不要强的有很多种 有的人就是不在意成绩啊 就说那我过了就好了 有的人就说我就是必须得拿第一啊 就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嘛 那如果要说 比如说你啊 你是说我只要过了就好 你妈就是非得想让你当第一的那种 对啊 那如果他要是也觉得说哎呀 过了就好 那就是过了就好嘛 对啊 对吧 所以你说这跟家长有没有关系 其实很多孩子学习也是被家长逼的 对 我妈也逼我 但是我就是不听 哦 那你胆大 我胆小 但是呢 就像我们刚才说啊 说这个他们去告这个哈佛大学 就说你刻意的 把亚洲人的这个分数先给提高 你就是想要阻止很多亚洲人可以进到这学校来 这当然不合法的嘛 但是哈佛大学对于这个指控呢 他有啥反应呢 他说哎 我们用肤色跟种族来区分学生 我们是这个非常有弹性的 我们为啥要这么做呢 我们目的就是要创造出一个多元的学习环境 那这边就出现问题了 是吧 对 为什么肤色跟种族会在学校的这个考虑范围里面 这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因为只要一包含在里面的话 其实就是种族歧视 对 因为只要特别关照一个种族 你其实就是对其他的种族歧视嘛 那你特别的打压一个种族的话 你就是对那个种族种族歧视 那如果哈佛大学想要帮助比较贫穷的学生的话 那就应该只看那个学生的这个申请文章啊 或者是看他经过了什么样的困难 然后如何突破就好了 那为什么种族会被放在这个人生考验的考虑范围里面 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说白了就政治正确嘛 对 因为他们就想说 你不能说亚洲学生好 整了半天就是我们校园里面全都是亚洲学生 对 他们就觉得那就对别的种族不公平了 对吧 我们就得把这个学校校园里面弄得五颜六色的 啥人都有 然后这样才公平 对吧 那跟我一样大的人应该就知道 就是我在读高中的时候 当时SAT的满分是1600 常常亚洲人是考到满分的 1600都进不去名校 因为考满分的亚洲人太多了 但是黑人跟墨西哥人有的时候只要1100 或者是1300就可以进到非常非常好的大学 那这个大学招生的模式其实不是第一次被使用 种族打压的手段一直以来是来针对犹太人的 因为犹太人就是一直学习都很好嘛 对不对 只是现在用到了亚洲人的身上 那在川普执政的时候呢 他非常支持这个诉讼案 那结果到了拜登的时期 变成了支持学校种族歧视的做法 12月的时候呢 拜登政府呼吁最高法院不要受理这个案件 直接拒绝审理 那另外一个呢 对于North Carolina Becca的这个州立大学的诉讼案 Student for Fair Admission的指控是 这些州立大学违反了宪法对于所有公民的 Equal Right Protection的保护 那么为什么会对于这两个大学有特别讲出来呢 还有特别拉出来做一个对比呢 原因就是因为这两个大学系统 一个是公立大学一个是私立大学 所以说对于私立大学的指控是 这些私立大学违反了人权法案 对于公立大学的指控是 这些大学违反了宪法第14项修正案 这个指控其实非常的清楚的指出来 这些大学的做法违反了公平入学 而把入学的门槛为了黑人还有西语艺人 还有美国的原住民而降低 造成的结果就是这些人并没有准备好 进入这些学术成绩要求比较高的大学 反而让他们不能毕业 反而造成更多社会问题 因为你进去的时候门槛就低嘛 但你进去的时候你就发现说 这些老师还有这些课 好像真的蛮难的 然后根本就不是他的水平能够handle的了呢 如果说他要是再不使劲去努力去追上的话 那可不就是真的毕不了业吗 所以让你们进去干嘛 让你们进去的话 只会把这些好像我们看来很有名的名校 整体的档次跟水平给拉低啊 说实在来就是与其像说 他们去一个学术成绩要求没有那么高的学校 然后读出来以很好的成绩毕业 对他们的自信 还有对他们的未来来讲会好很多 与其高等学服 他活里面当道地医 对 然后或者是甚至不能毕业 甚至被开除 这样子对他们的这个生活还有未来的方向 其实是打压很大的 因为你想想看 哈佛的学费多贵 一被开除 但是学贷还是要付 所以说 右派的人就会觉得说 还不如所有的学术成绩都是平等的 然后申请的时候进去的话 然后看每一个学生 他们能成功的这个例子 都是自己可以决定的 上次有看到一个报导 他是耶鲁大学毕业的一个黑人 有很多人觉得说 他就是因为affirmative action毕业 才可以进入耶鲁大学的 然后他就发现说 他的耶鲁大学的文凭 一点都不值这个耶鲁大学 因为大家看到他是黑人 然后又是耶鲁大学 他就觉得说 走后门进去的这种 就含金量好像没有那么高了 就本来人家 就是凭着自己的努力 然后花了很多心血考上去的 结果别人看 哎 因为他是黑人吗 给黑人都有特别优待 他差不多就可以去了 没有很好 对 所以说反而造成了很多 不过在职场上面的种族歧视 对 因为会让大家怀疑 你曾经辛苦努力过的成果 对 然后就说 你是因为这种政策 所以你才上学的 你其实并没有很优秀 你耶鲁大学又怎样 对 那最高法院目前的情形 其实是非常非常尴尬的 因为最高法院已经定下一个方向了 就是多元对于美国来说是好的 但是他们从来就没有讲 为什么多元是好的 如果说我们要有各式各样的文化 然后把最好的文化 还有最好的人才留住 然后让他们发扬光大的话 这的确是好的 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他们现在说的是 种族多元是好的 是一个完全没有意义的一个说法 这不像你煮砸两种 我说你有啥米 你就往里头抓一把 然后种类越多越好 不是这样一个概念吧 对于这些大学的 这个种族多元的这个做法 其实听起来是非常非常白痴 它的标准是非常非常愚蠢的 对 ok 如果一间教室里面 100%都是黑人的学生的话 这个就叫做非常多元 very diverse 嗯 那如果说一个教室里面 全部都是亚洲人的话 或是全部都是白人的话 那这个学校呢 就是不但不多元 而且还种族歧视 这个样子的系统 而且这个样子的思想 就是黑人一堆的话 就是多元 就好 对 那没有人可以质问 也没有人可以解释为什么 那以下是白宫发言人 Jen Psaki 试图解释 为什么打压亚洲的学生 还有白人学生 代表多元 We strongly believe this administration in the benefits of diversity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we take very seriously our commitment to advancing equity and equal opportunity for historically underserved populations 对 就是因为多元 所以说我们要推翻宪法 就是要促成种族歧视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大学不是说读完就没事了 大学的左派已经延伸到了职场 我们的大公司基本上也全部被所谓的多元捆绑 像什么Google啊Facebook啊 你只要一上市 就会有一个多元的东西在这个里面 对 有很多大公司包括政府的部门 现在多了一个新的职位 叫做CDO OK Chief Diversity Officer 各位可以想想看 这些人的职位每天都在干嘛 这些人每天在做的事情 就是一直在鸡蛋里面挑骨头 一直在说这个世界不公平 一直在找出哪里不够多元 一直在找人出来批斗 简单说就是跟共产党的直检员一样 每天就是没事做 在那边挑毛病 所以你想想就是这些人 我不知道他在公司里面当官 他到底在干嘛 可能拿个表出来说 说我们现在的员工 黑人有30个 然后白人也有30个 这不太好 然后亚洲人有10个 还好 然后就给HR来的话 就说我们要准备招聘了 再招几个黑人 然后你看有没有那种黑人的 然后他的这个性取向 是比较混乱比较模糊的这种 就是最好是什么男binary 然后不知道自己是男是女那种 最好是男的穿高跟鞋 然后添土口红 然后穿裙子那种 我们就是要招这样的人进来 因为我们公司现在要做的是 要更加的多元 然后我们要更加的平等 对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就是多元这种东西 真的是好的吗 然后我们真的要按照 就像这些学校做的 我觉得实在是太过分了吧 你学校里面录取学生 你就是按照成绩来 不然你要按照什么东西来 你不管是什么岗位吧 你来应聘 我当然不会管你的肤色啊 问题就是你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做好 然后你是不是一个认真做事 然后学习能力很快的人 我觉得这个才是很重要的一点 你不能说 哦我们公司里面全是亚洲人 我们就歧视 然后我们没有黑人 我们就歧视等等等等 其实是看谁能不能够 胜任这样一个职位了 多元并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多元是要在一个律法下面 是要在一个标准下面 我们要在做正确的决定 还有方向的情况下多元 这个样子才可以让我们的多元变得更好 然后让更多正确的想法出来 而不是说我们为了要多元 而放弃了我们的基本常识 对 所以说不管就是卡玛拉 卡玛拉哈尔斯在说的这个东西 然后还有哈佛在做的这些东西 那我们很多亚洲人会觉得说 我们亚洲人就是在这边就是被欺负 其实不管说美国大学怎样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有一个很强的一个community 要的是一个保守派的community 我们要的是符合圣经价值观 在圣经的价值观下面来做一个合一 这个样子才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而不是一直去focus在说什么 我们亚洲人被歧视 我们只有在合一的情况下 我们只有在凝聚我们的力量的情况下 我们才有可能才有这个机会去改变这个一切 所以说我们不要为了多元而去追求多元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为了正确的事情 然后呢进行一个多元的想法吧 是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Ethan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 大家好 我是大LA神奇快讯主播Danny 以下为大家播报一则社区活动消息 失去至亲或至爱是人生最深的哀痛 经历失落而仍处在伤痛的朋友们 鼓励您一同来聆听 由角生癌症协会主办的线上讲座 走过哀伤迎向彩虹 2月5日星期六 每夕时间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 讲员张黄球邦博士 半年面对丧亲带来的悲伤 及如何整理情绪 重新生活 其后还有支持小组 陪您一起走过哀伤迎向彩虹 查询电话626-286-130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